各位藏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 这一期节目呢会带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物品 那么就是现在大家在封面上看到的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呢是将于10月15号 就是明天在法国巴黎拍卖 那么这家拍卖行呢也是把这个瓶子呢当成封面 我之所以会就是留意啊 看到这一个瓶子的拍卖呢 也是因为昨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了他们在现场啊 就是拍的照片 那么拿过来之后呢 我看完之后呢 我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啊 那么但是呢 呃本来不想拿来跟大家来聊 但是呢这个瓶子上带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 那么我觉得呢可以共同学习 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虽然说是在这个拍卖之前 但是呢呃毕竟我们就照着这个照片呢来聊 呃意见呢也都是大家个个人的私人意见啊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 那么这个瓶子呢 大家看到它的估价是一万五到两万欧元 呃 那么 其实呢 这个瓶子呢 呃 应该说如果说它是这个 它应该想要表现的这个样子的话呢 它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这个估价 对不对 呃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呢 这是一个琵琶尊啊 它应该是它画着百路啊 百路画片的琵琶尊 那么琵琶尊呢 这个气形呢是比较高级的这个气形 呃它的时间呢 拍卖行写呢是嘉庆到道光 那么很奇怪 像这样的屏幕呢 一般都是这个官窑的形制 它怎么会写这个嘉庆到光两个时期呢 这是因为它的底上啊 它这个款呢 就是已经是被破坏了 那么已经是看不出来了 它稍后呢会带给大家这个照片 我们一起来讨论 啊它这写的是法语 我也不懂法语 所以我也看不懂 那么它这个瓶子的高度是30厘米 呃它还收取15000物元的这个 呃deposit 那么说明这拍卖行还是很重视这个物品的 呃也很自信 就认为这个物品呢 应该是可以创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那么对于一些可能呃不是非常大的大拍啊 如果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厉害的中国的瓶子的话 对他们还真是一件挺大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就这个瓶子整体表现的这个气息啊 就是一出来的气息感觉可能很多藏友直接就觉得这就是乾隆时期的啊 并不是什么嘉庆啊或者道光啊等等 大家可能直接就觉得这是乾隆时期了 那么乾隆时期的百露的这么一个琵琶尊 呃照理而言它应该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官窑的这个形制 对不对 那么像这样的物品呢 呃如果在市场出现呢 可能价格就冲着上千万去了啊 它应该各个方面呢 绘画等等都是很完美的 那么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绘画呢 相对啊这线条各方面呢好像显得比较 相对好像比较随便一些啊 这个瓶子呢也确实破损的很严重 那么我相信很多有经验的藏友一看到就是像这种地方呢 应该就是修的啊 他做的这个假的这个山的这种呃的目的呢 是为了能够遮挡住这个瓶子啊 上半部分已经碎裂的非常严重了 他想把这个碎裂的痕迹呢 能够尽量的能够挡住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儿的这个路的这个样子啊 可能很多藏友就是呃 知道我为什么要要来说这么一个瓶子了吧 就是这个瓶子呢呃 气型很好呃 财也不错呃 看这样子呢 应该是最顶级的这个乾隆观摇 但是呢 画得很烂 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呃 这也是 因为它有话题性嘛 所以才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大家一起来学习啊 呃 像这种画呢 这个相对呢 这个线条啊 各方面啊 就显得相对是比较比较弱一些啊 但是呢 他这个彩啊 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 啊 我昨天和我朋友也说是 我觉得这个彩呢 应该是 这个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这个画呢 确实是画的就是 不是 不敢恭维啊 这个这个样子 呃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里 包括这些树枝啊 等等各方面 那么像这里 呃 因为这里可能 可能 这里呢 就是这个修的是实在是太严重了啊 呃 像这样的这个物品啊 就算是 如果说 比如说是古董行李的一些朋友 就 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乾隆时期的这个 一个琵琶尊的一个官摇 那么 呃 自然是价格很大 那么买到这样的物品呢 一定是想把它修复完 修复完之后呢 然后再出手去卖 那么像这样一个瓶子呢 已经破损成这个样子了 呃 如果有人去愿意用 最高的这个最好的技术啊 能够把它恢复成当年的这个样子的话呢 也确实不是一件坏事情 对吧 这个是大家可以商榷的 那么 他就把它修复完之后 因为今天毕竟是这个互联网时代 呃 谁也不可能说是这么一个瓶子之前都出来过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都看见了 呃 二十万啊都有可能 呃 去把它修复成相对看起来 还是能够看得过去的样子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个百露啊 这个绘画啊 相对确实是不是很 呃 之前北京大义也拍过一尊 那么斯福比加斯德 大家都可以查到啊 呃 在历史上拍过挺多的 那么在北美的博物馆里也有 对吧 那么那些百露尊的这个身上的这个鹿 身上这个毛的这个感觉啊 似乎大家都能直接感觉到手摸上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对吧 呃 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样子呢 看着好像像今天这个景德镇的这些师傅啊 去做这个的时候呢 一帮学徒呢 呃 很短的时间 然后呢 就去画这种瓶子了 那么反正价格也卖的很便宜啊 就非常便宜价格 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很积掉这件事情 那么呃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拿来跟大家来呃 讨论的原因就是 这样的一个枇杷尊的气形 一个百露的这么一画片 看着这个彩呢 各方面呢 看着像是呃 轻中漆的 但是呢 绘画呢 确实显得潦草 那么呢 它可能不太符合这个 就是这个气形啊 包括这个官窑行制啊 等等啊 呃 它彼此是有这个矛盾的地方的啊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它通篇整个这个绘画呢 都是这个样子 呃 这个水文呢 也显得 没有 就是它不 大家觉得就是 跟大家想象中的可能 和这个百露尊的这个样子 好像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那么它这个修确实修的是挺 呃 挺糟糕的 它的两耳朵呢 看着也确实是挺奇怪的啊 呃 这是呢 朋友呢 呃 发过来照片 发过来照片呢 他们是去现场去上手看 也就是说呢 呃 还是挺重视这个瓶子的 就是一看到这个路份出来呢 觉得 还是有必要去看一看 因为毕竟这拍卖行啊 给这个照片啊 他就给了三张照片 他也没有给底啊 也没有给更多的细节 所以呢 呃 像这样一个比较矛盾的这么一个物品呢 还是要现场去看 各个角度看一看 他这两耳朵呢 做的也觉得挺挺有意思的 呃 这么一个物品 那么这些呢 呃 都是相对而言比较重复的这个 这个角度啊 那么我们就让它快点过去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的这个 呃 这是它的底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拍卖行啊 写 嘉庆 道光 是因为这个 到底是哪一朝呢 就是看不见了 啊 看不见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隐约就看到一个大 上面的一个部分和亲字 那么下面的这一个日啊 这里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树呢 好像是跟下面是连接起来的 跟上面的空开一些啊 这个年呢 大家可以看到 此外就看不见什么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款呢 呃 看不出来它是哪朝的 但是我我个人的觉得呢 它至少这个瓶子想要冲的方向去呢 应该是落的是大清乾隆年制款 那么是大清乾隆年制什么款呢 那么我觉得呢 应该是这个 就这张照片里啊 应该是这个146号这些款 呃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大清乾隆年制的这个 这个款呢 双框 或者没有框 单框呢 是比较少见的 就这个单框的这个 呃 大清乾隆年制 那这种单框的大清乾隆年制呢 呃 就现在知道的看到的呢 一般是出现在这个呃 乾隆晚期 乾隆晚期的时候呢 看到有一些官瑶 气 那么是单框的 那么就从这个大清乾隆年制 146号看啊 下面这个日子啊 这一树呢 和下面是连起来的 上面空开一些 那么我不知道这里 就是大家是否能看出来 呃 就是 这个日子啊 就是我放在正中间 这个日子呢 他这一树呢 是和下面连起来的 上面空开一些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一个146号的这一款 那么如果是146号这个款呢 可能呢 呃 这个瓶子呢 至少这个款的这个样子呢 应该是朝着这个 呃 乾隆晚期的时候 的这样的一个官瑶的 呃 白露琵琶尊 这个方向去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清末民国的时候呢 这款呢 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会写的不一样 啊 他故意就写的不一样 啊 那么 呃 但是毕竟这个 我们看到他这个款已经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什么了 所以这仅仅是一个猜测啊 那么这是这个瓶子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确实破损的非常非常严重啊 呃 他们也是努力的想要修复 呃 底下打一眼 应该是作为台灯使用 对吧 作为这个灯使用 然后呢 上面呢 可能是还要加一些金属的东西 然后撑起一个灯 然后呢 就破损成这个样子了 啊 那么这是这一个瓶子放在这个桌子上的 这个情况 看起来这个气息感 看起来呢 是这个彩啊 看起来呢 像是轻中漆 呃 但是如果是轻中漆这样的气型 这样的款 那么他应该是顶级的官瑶 顶级官瑶上面 配的这样的这个画 呃 所以 这是比较矛盾的地方 也是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我知道呢 很多专业的这个古董行动呢 应该就朝着这个瓶子的方向去理解这一个 呃 百露琵琶尊了 呃 这是江山万代 大名鼎鼎 对吧 这个江山万代 这个大名鼎鼎 那么这个级别的呢 呃 自然这个绘画呢 会非常的精美 呃 呃 应该大家不会看到这个样子的这个表现 呵 这个这样的表现 呃 但也有可能有些藏友 可能没有见过这个 呃 百露尊吧 那么这里呢 就是这个乾隆的百露尊 这是上海博物馆的乾隆百露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鹿的这个绘画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鹿身上的这个毛的这个感觉啊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否足够清楚啊 因为当时在拍的时候呢 这百露尊是圆的嘛 所以这个光线的原因可能也拍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我想大家还是可以看出来 包括这鹿与鹿之间的这个眼神交流啊 等等各方面啊 这个绘画是极其的这个精美 因为这个是一个鹿份很高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画片 那么他呢就画成这样啊 但是气形呢却又很好 啊 那么像这样江山万代这样一个呃 呃 琵琶尊是卖多少钱呢 七九千四百八十七万啊 二零一八年九千四百八十七万 将近要一个亿了啊 三十七厘米高 那么呃 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理解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画片应该是这样的 差不多 呃 那么谁拍的呢 北京保利 北京保利的二零一八年拍的 九千四百八十七万 那么它的来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呃 呃晚清内务府啊 北京汉海 北京汉海就是北京公务公司嘛 所以这个来源应该是非常硬的啊 那么这个江山万代 如意尔 呃 呃 笔巴尊 那么呃 我不知道这一个瓶子 呃 能够拍多少钱 因为我现在来介绍这个节目呢 这个瓶子还没有拍 那么我也不希望说是呃 这个视频呢 会给大家一个怎么样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 虽然呢 我自己心里呢 有这么一个结论 呃 呃 但是呢 我更多的是想听一听各位藏友的这个意见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瓶子呢 挺有意思的 啊 所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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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